小同事的宝宝宝 大家好 嗨嗨嗨嗨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这个话筒 就是因为你们知道 唱歌不是特别好听 所以需要这种话筒来拯救我 然后过年的时候 我们家就一起开车出去玩 然后我就拿这个话筒 在车上唱歌 爸爸妈妈唱的故事 带了给大家来唱一首 小敬藤的什么歌 直接唱 春天的来临 悄悄的来临 悄悄的来临 发出爱美的气息 哈哈哈哈 我给你们讲 它除了有傻瓜 还有音像 还有别的 唯 对 怪兽音像 我们唱歌就会不一样的感觉 春天的来临 敲敲灯 是发出爱美的气息 我唱我好跳 我就是唱 反正这个声音 然后我最近就买了一个这个 颈椎按摩器 因为就是老是低头玩手指 然后脖子就会有 给大家看它有用 啊 听得到我说话了吗 OK 就是把它这放到脖子后面上这样滚啊滚啊 滚啊 就缓解它这个肌肉 就是低着头 然后让它肌肉松弛一下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主要是按摩按摩肌肉 然后其实还挺舒服的 等一下轰到后面上这样 然后这个按摩因为就是刚买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就是尝试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 就是对于颈椎啊 然后按摩一些比较好的东西 可以安递给我 哦 哦 它其实主要就是这两根球 然后放在你脖子后面 才会勾走 嗯 嗯 我觉得 大家就是别买的吧 因为勾走 哈哈哈 好啦